早晨早晨 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1月18日 星期一 早上的第一節 先跟大家分享一宗本地的笑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在去年的7月14余蘭節 有一位中文大學的大陸教授 公開批評市民 說他們在街邊搞露製浪費食物 於是這一件這樣的教授 竟然撿街邊製品回家吃 還吃得非常開心 這件事當然惹來了市民的反感 你怎能跟鬼爭吃 同一位教授昨天又獻身遊 在網絡上流傳了一條影片 在片中有一名中國大媽被斷政 使用長者八達通來搭地鐵 有幾名港鐵職員手拖手地把這名中國大媽包圍著 他就跑不掉了 網上哪有消息就說 原來這名涉事的中國大媽 就是 中文大學的政治及行政學系 助理教授李薇 李薇中間沒有一個字 哈哈 這個李薇 時年就是39歲 從這條片中的對話 就可以反映出 那種典型的中國大媽 跟人家吵架的時候 那種強詞奪理的特色 到底他被人包圍的時候 是說什麼 他操作一口 極不流利的廣東話 而且情緒 他還非常激動 他辯駁的借口很流 他怎麼說呢 說我用錯八達通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 啊啊啊 因為他經常在這裡 鬼叫 那些港鐵職員 就回答他 說看實了 那個攝影機 錄你了 不用怕 這樣 另一個人 就安撫他 說用錯車票 就很小事 從這一句就已經反映出 那種典型中國大媽跟人吵架的時候 永不認錯 然後還要自欺欺人的特色 他說用錯八達通 你作為一個高級知識分子 中文大學的教授 你怎麼會用得錯呢 一入閘的時候就已經是響了 會有音樂的 一般那些八達通就嗶一聲 不同聲 你也照入閘嗎 你不懂得去那個 再向票務中心 取消 那些示威者 明明 不想益港鐵 現在又不存在 要看他的動機 是貪少偏 他不是抗爭的 現在擺明不是 親中的 怎麼抗爭 都不回答 然後李薇教授高夫說自己是中文大學教師 之後他還唸唸有詞地不斷罵人 他先批評地鐵公司不讓他買趴士 趴士應該是說月票之類的東西 他說人家窮人也沒辦法 你又不知物價 全班資本家的酒狗 說這些話 如果你做到中文大學的助理教授都是窮人 全香港很多人赤貧 你一方面自稱為中文大學教師 另一方面又說自己是窮人 你怎麼窮啊 大佬 所以你說是不是繁駁 這些也是充滿中國大媽和人吵架的特色 顧左右而言他 然後又甚集一些政治的術語下去 罵人家資本家的酒狗 你又什麼 你是臭老狗啊 你是知識分子啊 你都不對啊 如果按照你說人家是資本家的酒狗 你大學教授也有問題啊 你的出身是不是啊 然後有軍裝警員到場了 要求這個教授冷靜 但是他仍然是情緒激動的 並且就把手上一件灰色的外套 很用力地扔在地上 跟警察說 你搞事就找我的同事啦 不是找我嘛 為什麼你不找馬岳呢 為什麼你不找李家喬呢 他們全部違反國安法的啊 我用錯八達通而已 你濫捕 他就這樣罵警察了 這些就是那種文過識非啦 你掩飾了自己的錯誤 無理題又說馬岳 又說誰 即是你現場督灰啦 這些叫做你為人違反國安法 喂 那時候是你用這個長者八達通被人斷政嘛 你怎麼會拘捕到九丈縣才行啊 因為已經是壞了 還要是在這裡哭哭鬼叫的 即是現場那些街坊看到也會覺得醜啦 是不是呀 你堂堂一個中文大學的教授 又用這個長者八達通被職員斷政 好心你就遮蓋臉啦 是不是呢 還要在這裡這樣被人拍上網的 成何體統呢 是不是呢 才是怎樣面對那些學生呢 當然啦 現在疫情下就不用面對面啦 用這個Zoom來搖拐上課而已 不過也不好啊 是不是呀 你真是影衰了中大了多少 當然啦 警方的回應就是這樣說的 就說 在這個16號的下午約4點25分接獲港鐵職員的報案 說有一名女子在深水埗港鐵站懷疑使用特衛八達通卡入閘 職員就向這名女子查票的時候 顯得非常之不合作 警方就接報到場 將這名39歲的姓李女子經過勸喻之後 就向港鐵職員出示身份證明文件 以作票控用途 就交由港鐵去跟進啦 很明顯這個就是李微教授來的啦 又39歲又姓李 條片那個的中國大媽的樣子又跟他一樣的 這個李微教授回覆《立場新聞》的查詢的時候 拒絕回應是不是當事人 反而斥責傳媒八卦 他又批評特區政府是沒有任何機制 讓那些不符合兩元優惠的低收入人士受惠 大家看他的回應就會知道 其實他還是不可理喻的 還是跌落地想拿回紙紗的那一隻 即是說起這個李微教授又想回應一下有些益友的移民 有些益友就問起到底怎樣去區別這個港票人士和新移民呢 這個李微教授正正就是符合那些港票人士的特徵了 比如說他是高收入 他是高學歷 以及是專業人士來的 港票就肯定中這幾樣東西的 而且這群港票普遍還會抱持著一種精英心態 而且不是很願意融入香港的主流社會 你從這個李微教授操的極不流利廣東話 就已經是可見一群 另外你說那些新移民又怎樣 就是每一天150個單程正下來的那一群 多數都是基層人士來的 學歷又不是那麼高 收入又不是那麼高 而且有些是鄉下婆婆也有的 大有人在 所以港票和新移民 其實就是兩個不同的群體 這兩者之間甚少溝通 亦都談不買爛 因為一群就是自命精英 另一群在這群精英的眼中可能就是低端人口 所以說到最後 其實新移民能夠融入香港主流社會的比率 會相較起港票人士是為之高的 因為那些港票人士他就是自此是精英的 那他用不著跟香港的本地人來溝通 他們自己是會溝通的 他們自成一國的 他根本上就好像與世隔絕一樣 那你反而這群新移民 如果他要去做一些基層工種的時候 比如說譚仔、阿姐就算了 就算他是自願也好 千萬個不願意也好 那麼他也要學習廣東話 要講粵語 比如說他去街市買菜 他買柴米油鹽漿醋茶 其實他們也要開口來講粵語 人家也不理她 大家又可以看看 有些知名的港票人士 他們在公開場合永遠都不會跟他們講粵語的 例如說李小嘉已經是典型港票 高學歷、高收入、專業人士 他金融財進 他從來不講粵語 但他懂不懂聽 我相信他也懂 因為他已經來到香港好一段長的時間 正如李微教授一樣 他懂不懂 他事實上是懂 他被港脫職員包圍的時候 他就被迫要講粵語 其實現在香港的大專學界 都已經充斥著很多類似港票人士 當然有些性格就好些 有些就像這個教授那樣 發狼禮 亂罵人 但其實這班人普遍來說 都算是對香港沒有什麼感情 因為他的根又不在 他叫自己做港票的時候 一個票字就已經告訴你 他的根仍然是在他大陸的老家 香港就只是給他拿來賺錢 這個其實對於香港來說 是一個悲哀 你想想 遲早香港就會被這班港票人士管治 這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你到這一屆 那個行政長官還是叫林鄭月娥 下一個做特首的未必是講粵語的了 現在盛傳說李小嘉是其中一個人選 有些人又說邱騰華會參與這個跑馬仔 我相信就算邱騰華能夠入閘 到最後跑得贏那個都會是李小嘉 因為他才是上邊的自己有 邱騰華始終來說 你是本地官僚系統出身 如果選一個他是覺得絕對信得過的 那他為什麼不選一個自己有 對不對 我相信這些港票人士 就會逐漸把握香港的權力核心 就不需要再找一班這些 本地人在這裏做戲 反正在政治上 必都收緊了權力 不如直接找一些自己有去做 反正現在很多香港的行業 其實都是由這一班港票人士來把持的 金融業就已經是了 遲早就會擴展到各行各業 所以這件事說就說是少了 其實想想都是很悲哀的 你想想這個李薇教授 他是中文大學正式聘請回來的 是助理教授來的 是出糧給他的 那些糧是教資會公帑出給他的 香港的公帑就是這樣用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